雪梨哥剧院,自由女神像,巴黎铁塔,这些都是文明世界的指标建筑,如果去当地旅行的话,这些应该是必访的景点吧。 Budget Direct,团队就用俯瞰的方式拍摄了六个世界知名地标,第一,让大家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去欣赏这些经典建筑之美。 一,雪梨哥剧院。雪梨哥剧院以独特的帆船造型闻名于世,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建筑之一。 雪梨哥剧院的设计者,建筑师Jord Hudson曾说过,他坚信雪梨哥剧院无论从哪个方向看过去都是恢弘巨大的建筑。 而从空中俯视,处立在风景秀丽的雪梨海港上的雪梨哥剧院。 更是美得令人屏息。 二,圣玛丽埃克斯三十号大楼。 圣玛丽埃克斯三十号大楼是伦敦最标新利益的建筑之一。 只180米高度让它可以俯视整个伦敦。 由于外形类似酸黄瓜,它也有了昵称小黄瓜。 从空中看过去,圣玛丽埃克斯三十号大楼就像是镶嵌在伦敦证所大都会中的一颗华丽而璀璨的明珠。 三,巴黎铁塔。 巴黎铁塔从空中俯视时,让人一下子有些认不出来。 X形的塔身中心,是距离地面300公尺的塔顶。 四,自由女神像。 相信大家都对自由女神像很熟悉了。 从空中俯瞰,自由女神像最大的特征就是底座的十一芒星。 这个底座原本是十一芒星形状的军事建筑。 现在是自由女神像的博物馆。 五,罗马竞技场。 罗马竞技场距今已经有约两千年的历史了。 最初的用途是狩猎活动、行刑、决斗比赛。 可以同时容纳九万名不同阶级的观众。 从空中俯瞰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建筑。 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机械零件。 六,仰光大金寺。 就是这个全数的両席离输记代。 非常疯独因。 正每原因都是 tabby的整丝 zal Forward。 我是什么型时患者就会变到 ara翻了。